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來玩我們的重裝戰績 那這一期想要來玩的是這隻德洛麗絲 OK那我第一天抽到他之後我就已經把他給升到了五星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的狀況 我這一期打算來介紹他然後用妮雅來跟他比較 那因為妮雅跟他一樣都是狙擊類 他是狙擊嘛然後他也是狙擊然後剛好都有一體肌然後也是SSR 然後兩隻都是五星然後技能我都是練到三等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妮雅的技能我就不多做介紹啦因為以前也介紹過 就是他的特性就是 可以穿透 穿透打一整排 然後也是傷害輸出型的 然後他技能1 可以短暫10秒可以提升自己傷害5%還有暴擊20% 這些東西有興趣的再來看 然後他的技能2有一個比較特別是可以暈眩敵人3秒 這個之前在迷之塔有個BUG可以使用 好那德洛麗絲的話我待會再介紹一下 我們先來看他們的一體肌吧 一起看好先看一體肌的部分 然後妮雅的一體肌也來看一下 那一體肌的部分的話 他們的 差不多啦就是都是加傷害加暴擊個5%嘛然後這邊有一個 武器的彈量額外加2% 這邊是1發嘛對不對 那他補彈的話你這樣就變3發 應該是這個意思啦 這邊寫1發嘛 然後妮雅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妮雅是4發嘛可是一樣他的一體肌這邊是說額外 額外加2發嘛 那我不知道他這邊為什麼額外彈量要加1發啦我不知道啦 反正一體肌就是加2發然後我們 戰鬥中他就是看起來他數字就是變6發 那我不知道他這是寫錯還是我理解錯誤 然後他有一個穿透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啦我剛剛在看的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隻德洛也有穿透的效果 原因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有一點 有點穿透雖然這邊是普通而已 貫穿是普通 我不知道是不是衝擊還是怎樣反正就是一發過去然後小兵就有點被打 被打到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來先 這兩隻我就直接 待會先試打克爾貝洛茲營 打完之後我就讓我的這一隻 德洛直接去打 副本 這次的副本 這個臨界點 大概是這樣 好那來看一下德洛的技能好了 德洛的技能也是一樣上標記嘛但是他的特性是 標記在敵人身上所以是打Boss比較好用 打小兵就比較沒用因為小兵可能一下就掛了 然後順利的話20成的話是 100% 傷害和100%暴擊如果是這樣計算的話 如果是用最簡單的乘法的話20乘以5 OK 那這邊是加傷害 自身傷害還有加命中 那這邊是 普通攻擊20%可以 實體點獲得標記嘛就是5下大概就會標一次嘛 機率來說 那又加暴擊率這邊加命中這邊又加暴擊機率 那他比較厲害應該是最後一招這個技能第10招第10招技能 目標低於耐久30%的時候會有3倍有機會21%3倍傷害 也是大概5下會觸發一下一次吧 那如果你想升級的話他這個機率會高一點 就 可能就會變成4下喔 就不是5下 那我就 我就先不升級沒關係我就先放著 我是可以升級的我支援是夠的 我這支援是夠的 這個我待會 跟尼亞比較晚之後我自己再來升 我再來把泰西亞啦神上的技能給升一升 因為我泰西亞神上好像都是放著 沒沒沒 沒去給他升啦 看一下 喔唷這個有升到0神 那我神上應該沒升吧 對啊神上這個沒沒升啊 可能要找一個來升吧 呵呵呵 我就上次 就直接練到3等而已 好 那就來吧 這樣子好我們先掩飾尼亞好了 然後尼亞現在戰力是4萬9然後有晶片 克爾貝洛之吟嘛 那 以他來說的話打小兵會比較快因為他可以貫穿嘛 然後6發啊所以還蠻快的 有沒有這邊 這個子彈數是6發然後打完之後換一下 然後有貫穿他每一發都是可以直接貫穿的 有沒有直接貫穿到後盤 有沒有 只要是一直線的話都會被貫穿 直接拉過來看 然後傷害的話大概3000到7000都有喔爆擊的話 如果爆擊的話 大概25秒進 進入OMRING OMRING嘛你們再注意一下 那傷害的話一樣啊 3800 7900 4000 我是說我是看爆擊喔 所以大概就是 4000到8000左右啦 4000左右到8000左右 在這中間跳 那我 我之前自己測試是打敗任何的話大概要1分 30秒到1分40秒 左右啦 稍微注意一下因為每個人的戰力啊裝備不一樣那我是以我自己 自己的狀況 那我就不打完了省大家一點時間你們大概就抓1分半好了 1分半也可以1分40秒可以撤隊 我就講重點啦 我不希望把影片做太容長 盡量盡量不要做太長 那我這邊直接換 得洛莉絲然後他我就直接把那個 妮雅的晶片換過來 妮雅的晶片是那種很普通的啦 能量護盾立場 然後還有一個生存晶片而已 沒有沒有很厲害 因為他是我 他目前是我T2隊啊我就放在T2而已 那跟妮雅比的話戰力比較低 因為這些沒有練到60等然後也沒有生一段化 好一樣是打那個 克爾貝洛之影這個精英人和 好的 一樣 有沒有他這個彈夾變3發 我們來看一下他一發打下去還是可以貫穿喔 大家有發現嗎 他這個其實他雖然沒有血有貫穿但是 我觀察是有啦 我們 眼見為品嘛 反正他們的敘述給他們血啊 像雙子也沒血有霸體 可是他就有霸體 莫名其妙 對吧 所以有時候技能血他的 那實際上我們測我們的 到底誰對啊 就有穿透啊 然後這邊就一發嘛你看一發 然後爆下去就4萬多 4萬多 4萬2 4萬2 沒爆的話就2萬多 4萬6 然後標記 標記的話越打越痛我現在已經標5成了 大概5發標一次吧我覺得現在基於 感覺要6了吧 趕快給我6 打我臉啦 好啦那你打臉1分02秒 很快嘛 也就是說這一隻的輸出已經大於妮雅了 已經大於妮雅了 然後打小兵的情況下也不輸妮雅因為他也有貫穿 我們剛看到嘛 就小兵一樣是被穿透 好 就這樣 那我就 打一下第7關 我自己喜歡打第7關啦 沒特別的意義 那你能力允許的話你可以打第9關 沒問題 第9關可能是122吧 那 這一關就是100零幾吧可能102是不是因為我現在效率如果用這一隻的話是30% 如果你四隻都是25%的話大概是100 第7關100 我們前幾天我們上一期有說嘛 應該是在上上一期吧 就45嘛50 5560 基礎 然後再看你的效率自己去計算 那我就掩飾一下啊 因為打這個有一個問題 打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你如果不小心 死掉一隻或兩隻的話 你就會打很久 因為輸出就不夠 然後他盾就一直放在那邊 連盾都破不了 因為已經死掉一隻主力了嘛 因為我戰力沒有那麼 那麼強啊 是可以贏啊 我這個組合是可以打得贏第9關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 發生很多不確定因素 因為有時候我只是想要掛一下而已 我就去做其他事情 我不太看畫面 然後就全自動 我是這樣啦 那你 能力強的人就是打第9關122 可以打122這個Coin Coin幣 然後我的獎詞對話很慘啊 已經新迷子無數 還沒有刷出鑽石 鑽石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有網友給我留言 鑽石有好東西 跟那個一段話有關係吧 一段話的那個材料 反正你們刷到鑽石再看就知道 就是 應該是這個東西吧 我們一段話假設 假設這個好了 然後不是可以精緻嗎 應該是要打這個吧 靈界崩壞吧 這個東西啊 可以多一條是不是 多洗一條 因為有時候你很爛啊 你可能很多很爛的 閃滑只能洗一條 最基礎的嗎 那你想要再多洗的話就要用靈界崩壞吧 可能就是要取得這個靈界崩壞 應該是這個啦 因為我現在沒有看到鑽石嘛 沒辦法 好啦 來打 應該是這個吧 大概要打3分鐘左右吧 3分 半以上 大概 他這邊稍微小聲一點點 因為有點吵 戰鬥聲音會比較吵 小聲一點點 那我們就欣賞一下他們的表演吧 那 我這個是可以貫穿的吧 我們直接 切他好不好 切他 他在哪裡 自動現在auto 哇他的眼睛好恐怖喔 一黑一紅 喔不對 一綠一紅 這個大頭圖示啊 他這邊是藍色和紅色 神尚一開始技能可以放得很舒服啊 那我們打完之後再來看傷害 目前我的傷害應該還是 神尚和泰西亞會比較強 然後再來才是這一隻 德洛麗絲 因為 德洛麗絲的裝備啊什麼的 他的晶片什麼都沒弄嘛 然後屬性也都還沒掉啊 然後我也都還沒60等 然後也沒異端化 總之戰力低嘛 4萬多耶 我這神尚和泰西亞戰力6萬 所以是有差的 6萬跟10萬差2萬 當然有差 所以是沒辦法比較的 就是沒辦法很 客觀的來比較 這三隻 誰的傷害高 誰好用 反正他是狙擊啊 不會 卡到近戰的位置啊 反正是神尚和泰西亞 神尚和泰西亞你可能 要嘛就兩隻上 要嘛就上一隻啊 Boss還沒出來啊 可能要打1分 半左右他才會跑出來 好出來了大概1分半 那Boss我們可能要打2分鐘 比較花時間一點 那我們就疊櫻花吧 疊櫻花可以疊個10幾層沒問題吧 小累小累 講太多話最近 主要是錄太多遊戲然後每個遊戲都講快30分鐘 所以我打算 縮短一下時間 不要講太多 不是說後期剪製喔 剪接喔 是說我 玩的過程可能要稍微再講少一點 就是說同樣的話可能我 有時候常常會廢話太多 一直講同樣的話 可能剛剛5分鐘前講過我 然後5分鐘後我又再講了一次 我想要提醒大家一次 就會比較廢話 櫻花7層 不是櫻花啦他的標記 他標記叫什麼 因為 神尚是櫻花 那他的我不知道 神尚一定是20層啦我們直接看 找到20層啦 然後他這20層是永久存在 反而是泰西亞比較尷尬 為什麼說泰西亞比較尷尬 因為他的50層是 會被中斷的 因為被暈啊 或是 沒有持續性傷害 就有可能10秒就過去了 有可能 啊我們一直被擊退啊 然後就中斷啊 僵子啊 就是 八九關想過關的人就是用雙子 上期有教大家嗎 很好用 也是一個隱藏的技能 像我 原本不知道他的那個 槍可以穿透啊 至少我在技能上面沒看到嗎 對吧 喔快20層了 不錯不錯 欸這個基礎 基礎 我的傷害 那個爆擊率很高 所以幾乎都爆下去了 他的一發會越來越痛 只要被我疊起來 就會越來越痛 超痛 好不容易啊 快20層啦 那 時間的話也快 4分鐘耶 有夠久的 那 搞不好打第九關會比較快 如果你戰力高的人 因為沒有小怪嘛 直接 直接打Boss 還有旁邊他的 護衛 而且 這個有時候他盾的那個 施放的頻率好像又不太一樣 你就打更久 因為我剛剛 有事打一場 大概 我看大概是三分半吧 那結果這場竟然打了已經四分鐘過去了 OMG 所以這個很難撤啦 如果你要撤傷害的話 打這個不太好撤 因為他那個盾 他心情好就給你 心情不好就給你一直放盾 對吧 至少我是不是還不知道他有什麼規律 就四分鐘啊 然後我已經疊20層了 爆掉 4分10秒 來回就差了40秒 我剛剛那一場好像打了3分半嘛 3分30 算3分40秒好了 那就差了30秒 一個盾就多讓你 多打30秒 那這個也可以打比較快 就是你戰力要更高 但是 更快方法就是要雙子啊 沒雙子的話就很吃力啊 那你上雙子你又沒有效率啊 那就 那就 不OK OK那這一期就掩飾了這一隻 德洛麗絲嘛 我就覺得已經 目前我的狙擊裡面最強的就是他啦 好沒問題 因為剛剛跟尼亞已經比過了 尼亞已經完全 被比下去了 還好我技能都沒有升上去 只有升到3技 就沒有想說要來升啊 還好沒有浪費資源 因為也許 你將來就不用他了 像我T2隊也沒有9條了 我T2隊現在是放那個 科洛爾 1服0的科洛爾吧 當近戰 我是放這一隻 雖然9條還是很厲害啊 但是我想說就放這隻吧 然後還有尼亞 現在尼亞也 不OK了 就變成說我T2隊可能就是 科洛爾和這個 德洛麗絲吧 然後再帶幾隻輔助 可能是鞭翼弗林我也會帶 我喜歡用鞭翼弗林 然後再上天鷹吧 大概這樣 我T2隊大概是這樣 OK 時間上也快20分鐘 那就先到這邊吧 不要再廢話了 剛才說不要廢話了 又廢話了一下 好的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